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是今年是我们台湾这部串康十几年 我们特别对台湾成为台湾的立法委员刘兆豪 台湾叫做老业佛 来给我们参加设计 今天我们特别给他做一个专访 老业佛你好 小丁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台湾的乡亲大家好 我们台湾的乡亲和台湾的乡亲都很关心这边的学运 这个学运是怎样的 我最初从三岁十七开始攻击 因为我们服务当然因为国民党想要强度关心 所以在内政委员会由张庆忠做主席的时候 在混乱当中 一团混乱当中他自己就黏着说要准备 就在那三十秒神奇的三十秒 我想那三十秒就引起到所有的民众 特别是学生因为这个混乱 因为国家用这些糙漏的方式 要把这些重要的教育 要把它通过 所以在三十八那天就开始报 就在立法院前进行控仪 到暗时的时候 学生就冲进立法院 就是这样开始展开二十几天来 可以说今天动地 台湾幼稚以来 第一次学生活动的学生运动 现在立法院的 这是整个开始是这样的 那立法院是内政委员会 对 那学生选入去 你们完全不知道 那天是大家没想到 没想到 因为那天是 那天开议会 议会结束之后 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选区 就知道有公民团体 里面有很多 到晚上 可能到晚上 台湾时间到十一二点 开始宣布 开始播出 学生选入立法院 那时候大家是因为 没什么可能 又是不够更兴奋 我想这种动作 对台湾出行动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张庆宗三十秒 是一个导火线 是一个导火线 对 那较深远的原因是什么 较深远的原因 较深远的原因 其实是 我想当然 张庆宗三十秒 当然是一个导火线 但是等于更前推 就是國民黨將來都沒有要遵照 他在我們去年六月份 各黨所做的一個協商 就是要逐條審查 私自審查、逐條審查、逐條表決 一定這樣管理 他想要用強度關閃的方式 他一一的要完成 不要人求他的意志 不要人求六月份以前 一年就不能改 六月份以前一定要通過 所以張青中他想要來 所以他想要去年輕人 對福茂內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張青中那是剛好 所以我待會兒去找一個角度來看 張青中也不能說他對台灣沒有講述 我待會兒去說 他那天沒有這樣 一年前我們每天都說福茂是什麼 說幾乎 對 大家也聽到聽下去 我們說話也說到不太幸福 所以他也有講述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來看 不然讓台灣民主要提升 我們成功給福茂託來 先立法後審查 你應該下一個感謝總部張青中 對 我看到有一些媒體都說是張青中之亂 甚至有國產生緣的那裡 甚至有很多民間 我在想說 你看整個學生衝動立法院 你獎領磚磚磚的議場 一直到臺灣時間 禮拜時的六點撤出 你看看各大媒體 不管你是保守媒體 還是比較支持民主運動的媒體 都是每一家座民調 都報完一六十超過 支持學生獎領磚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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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 都是支持的 這對臺灣來說是一件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臺灣長久以來都是保守 保守要安定 你當不當路 說你不要這樣 定定 但是這個動作卻是引起我們那麼多人的支持 我想剛才像社長說的 其實他突然的不是撫摸這個問題 突然的是這幾年來 民眾對現狀的不完 對自政者的不完 對未來的一個沒一個願望 所以在這次都爆發出來 未來的怎麼沒有願望 這就是 以前我們有一個高趴的總統 要說讓我們到臺灣 說要帶來外國人 你說這位學生 學生都剛好高 在臺灣要找一個頭路 很困難 很困難 他找到頭路 有時候還沒辦法考慮他的理想 比如說他每次都找 專長 沒辦法考慮他的專長 做工作不是說有收入就好嘛 你還要有一個成就感嘛 所以我想對 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 坦白說是對生活是不只那麼多 這個物價在去 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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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物流這家的事件 對我們臺灣來說 長期來說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他特別是 我覺得特別是 喚起公民 注重國家的重要的重要的創意 公民不可以 再一家來確認 這個國家的主體是我們每一個公民 嗯嗯嗯 這種大中的大事 不是說 熟悉到一個政黨 或是到一個審某人做總統 是他在決定 這是不對 這個國家的大事 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公民 都要參與就對了 我想這是這次的運動 所以就這樣來最大意義 讓人民進行做主 對對對 我想這是一個大意義 對 我們民進黨在這邊的角色是什麼 我看很多媒體都說 民進黨八邊的話 你會說什麼 我相信我沒有那麼悲觀 當然大家對民進黨有很大的期待 他畢竟是我們臺灣目前最大的反對黨 而且大家對2026也有這麼大的期望 當然就是反對黨這家 我們必須承認一點 這家所有的發言的版面 當然都是學生為主啦 公民團隊為主啦 我們的民進黨 不管是黨部也好 還是所謂天王也好 相對都沒有那個發言的位置 但是我就想因為這是一個公民 社會跟政治社會 本來都不一樣的地方 他家裡的外黨 本來就是有關公民團隊 公民社會所發起的 他批評就說 民進黨也要把握自己的角色 如果過度的介入 會效果有限 第二你把這個運動 變成藍綠 對 國民團幫你操作 就變成藍綠 就回到最簡單的藍綠 和統徒之間的問題 我想對這個國民運動 就沒那麼好 我們也有幫忙嗎 我想民進黨有盤子 以後的角色 我第一天 還是第3月18日 那天 學生成立法院那天 包括 川雲文前主席 索情衝主席 還有 郵石坤 謝昌廷 頂頂 這些大人 都在立法院那天 雖然 他們沒辦法用肉身去重建產 但是他們坐在那裡 我想有相當的程度 保護到學生 所以第一天 學生沒有給他們驅離 沒有用驅離 就保住他們的戰果 那你想3月18日 那天 假設學生給他們驅離 就好處 就順利了 就順利了 所以他們那天 我們民進黨 這裡的人 去坐在那裡 我對這個 對這個 警察來說 有相當的好處的力量 過了第3月19日 再去是開始 我們民進黨的立委 40的立委 大家開始白班 白班 每一個 中央的問 我們都會白班 我們沒有學生的 當然有人說 你都在那邊看問 我想 應該不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運動 不一樣的運動 民進黨的運動 就不一樣的格式 那白班做什麼事情 你說我們立法委員白班 白班 白班就是保護學生的安全 保護學生的安全 譬如說 拼到警察 比較做 無理的要求 是對學生嘛 我們要保護學生的安全 第二 有些人要進入進出的時候 我們立委來帶去 進出 這邊這個外黨 是人民團體嘛 我去的外黨 說起來 怎麼需要人民團體 做這種社會的外黨 主要是民進黨 沒辦法動這個服貌 已經 我看到是民進黨 已經盡他的力量 手打啊打啊 這種 沒辦法動 沒辦法動 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人所太少 我對民進黨這樣質疑的人 我想我要討論一句 其實換誰來領導這個政黨 在這個時候 可以做 我也都做 對啦 我們體制內也當作 該意識干擾的 會幫你干擾 肢體衝動的 會幫你衝撞 會幫你動標關的標關 也可以做 其實也是這樣而已 啊 歸根究竟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成就 當然就是 這邊的外黨 可以讓我們 這個 中來的民進黨的選舉 有幫忙嗎 我想這個外黨 對年代或是後年的 總統的選舉 劉毅的選舉 跟年代的721的選舉 我想相當的程度 特別是年輕族群這個 這隊 他對憲衆不滿的人 會去表現 在投票生活的地方 對 對 他希望 可以改變 可以進行 特地 改變 這個 台灣的 這個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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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現在說是議員過年 對 你現在是立法委員 第一次立法委員 對 你現在準備要參選台東官的閣長 對 是 柯定可以拿下台名 這部分應該是四月二十三 中央會做一個選佈 會做一個選佈 對 說起來 台東是一個 秦 政府區 是政府選舉 對 政府選舉 對 政府選舉 你在台東也担了很久 我對 我對 我當久 我對土生主場是台東人 台東小孩 我對我讀台下 我都住在台東比較多 所以我當久 我都在台東在典行 在打招 對民主進步來說當然是一個比較堅困的選區 但是雖然是堅困,但這幾年來,只有我而已 還有一些東西,特別作為打拚之下 我們慢慢看到他的成功,到以前來說,有更大的成功 我們看到林家榮經營10年,他經營得很成功 對,我們海外鄉親也很希望 老委員,本來正在台東 謝謝,我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敬想 大家對我的關心和支持的認真打明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們海外鄉親說? 在這裡再一次感謝海外鄉親 長久以來對臺灣民主運動 還對高雄的一些關心和支持 我想大家關心台灣的所有的順目 無論你是在海外還是在台灣 我想就是台灣人這種的關心 讓我們台灣每一家剛才有什麼人的關 都可以一關一關來過 我在這裡再次感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回來台灣的時候 也歡迎大家來台東來出土 讓小弟來做一個經理下地主之意 再次感謝我們台灣日報 邀請我有一個機會來美國來做訪問 我想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大師医院 收穫和聲譴,謝謝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這個訪問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